一不善于发现阳光面一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,也对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大肆宣传报道。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们的好奇心,但同时也削弱了们的积极心态。 而缺乏信念在经过二十多年冲刺般的财富赛跑后,一些除了赚钱,不知道身中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,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。 这种缺乏信念与理想的状态,难以产生长久、快乐的幸福感。 三老爱比较现代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竞争中,比职位、比房子、比财富比来比去,们的心里只剩下欲望,没有了幸福。 一旦追求的不是如何幸福,而是怎么比别幸福时,幸福也就离你远去了。 四不知道奉献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层显示,在生活中多去帮助它,能让自己感到更快乐。 但现代社会中,乐于无私奉献的越来越少,斤斤计较的越来越多。 如果你总算记着我能从中得到什么,做这件事值不值得,就会生活得很。 五不知足俗话说知足者常乐,但能知足的越来越少了,有了房子想换更大的,有了工作想换更好的,有了钱想赚的更多这些欲望,只使着无休止的奔波劳碌,硬撑着去争取登上那辉煌的顶峰。 六相互不信任社会虽然通讯高度发达,但门的心灵却渐渐疏远了。 现在的越来越倾向于右脑思维模式,而右脑掌管个体、权力、地位等,对于幸福的感受度是零。 幸福感来自于左脑的感受,很多时候不是生活中的幸福少了,而是门不再掌握感受幸福的能力。 七过于焦虑购房,子女养育,家庭养老负担等问题,因为职场晋升空间感到担忧而产生的工作压力,朋友同事之间既关系的处理等都成为了中国的压力源。 在大城市中,无论老、年轻还是孩子,多处于一种烦躁不安的焦虑状态,这让我们无法从心底感受到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